你知道自杀小队里的瑞克弗莱格 在设定里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吗 在自杀小队里 除了领导小队的瑞克弗莱格之外 里面的大部分成员基本上都是被阿曼达强行收编的反派 而作为自杀小队队长的瑞克弗莱格 在电影的设定里 原本是一名特种部队的军官 后来他接受了阿曼达的指派 被安排监视已经被魅巫附身的琼莫恩 但在这个过程中 弗莱格却爱上了魅巫 后来梦文的身体被魅巫掌控 于是阿曼达让死亡 射手和小丑女等多名反派 组成了自杀小队去阻止魅巫 而弗莱格则是成为了自杀小队的领导者 其实在漫画的设定里 瑞克弗莱格也是特种兵出身 他作为一名优秀的特种兵 拥有非常精湛的射击技术 而且他还精通格斗术 同时他还具备非常优秀的卧底能力和领导能力 自杀小队就是在他的领导之下 才完成了打败魅巫的任务 虽然弗莱格是阿曼达为了监视并领导自杀小队 才让他当上了小队的队长 但也因为这个原因 弗莱格也成为了小队里比较特别的一个存在 当他在电影中被抓住时 对他没有好感的小丑女却是很开心 虽然后来在死士的提醒下 才不情愿的救下了弗莱格 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处 以及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小丑女和小队里的其他成员 也都认可了弗莱格 在电影《X特遣队》里 当小丑女一见到弗莱格时 就给他来了一个拥抱 可见小丑女此时已经认可了弗莱格 而且在漫画里 当弗莱格和死士相处久了之后 死士也将弗莱格当成了自己去世的哥哥看待 而在电影《X特遣队》《全员集结》里 弗莱格在四零岛游和平时只跟血腥运动组成的自杀小队 去随毁科多玛迪斯的约顿海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弗莱格却发现了美国政府在当地资助的那些惨无人道实验的秘密 得知此事的弗莱格 试图将存有关于这些信息的硬潭空之于众 可是却被接受了阿曼达指派清除信息任务的和平时只给杀死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电影《宇宙》里锐克弗莱格这个角色是由演员乔尔金纳曼视野 但是其实该角色一开始是考虑由汤姆哈迪出演的 但是因为和《荒野猎人》的时间安排有了冲突 才没有出现汤姆哈迪版的瑞克弗莱格